那么这一几个的话再来跟大家讲一下哈 就是在我们的这个view文件当中 怎么去使用这个sars语法 好 那么很多小伙伴 特别是这个前端开发者在写这个样式代码的时候 那么不太喜欢用这个原式的css 而比较喜欢使用这种预处理器 叫做sars或者是less 那么sars和less 它是在原式的这个css的基础之上 增加了一些其他的功能 比如说可以定义这个函数 对吧 可以定义这个变量 可以让我们的这个css更加的灵活 说的话就使用它会更加的方便 但是哈 一个缺点的话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sars和less 它不是我们浏览器原生支持的语法 所以你写完了以后 就是写完了他们的这些语法以后 你直接去放在浏览器当中的话是没有办法运行 我们必须要通过一些这样的第三方插件 或者叫做包 先把它们编译成 能够识别的css 再把它给架在的浏览器当中才是可以的 因此我们想要去写这两种类型的语言的话 我们首先先去安装下这个包 那么在这里我们就以sars为例来跟大家讲解这个包的一个安装 好吧 好 那么在这里哈 我们首先的话对吧 先要进入到这个项目的一个根目的下面 实际上的话通过这两条命令 通过这两个命令啊 来安装下 首先安装第一个是这个nord干sars 那么我们本套课程当中哈 用到的这个版本的话是4.12.0 好吧 实际上的话 安装完这个nord干sars以后接下来的话 我们再来安装下这个sars干loader啊 实际上的话这个sars干loader的话 安装的是7.003 那么因为哈这个版本就说可能稍微有一点不同哈 都会导致这个呃出错 所以大家在安装的时候啊 那么你就按照我的这个版本来进行安装 好吧 好 这个地方的话安装完整以后 那么我们的话就可以在项目当中去写这个sars预法了 好 接下来第二个部分哈 就是啊 还有一个部分还需要注意是什么呢 就是在写这个style的时候 我们需要添加一个属性 就是这个language是等于这个scssss的好吧 你只有把这个东西写完了啊 我们的这个 我们的这个呃 view啊 他才会把这个style当作scss 也就是sars预法来进行处理 好吧 好 那么现在的话我们再来跟大家演示一下哈 呃 首先的话 我现在在我的项目当中是已经安装了这两个包 对吧 安装了这两个包 一个的话叫做nordsars 一个的话叫做sars nord好 并且这两个版本的话这两个版本哈 大家跟我一一对应好吧 12的话 现在我是在哪里呢 我的这个 my page当中对吧 我把这个把它给伤掉啊 我先把它给写成这个原生的css的方式啊 把这个伤掉 然后的话把这个的话也伤掉这个的话伤掉啊 好 我们按下孔正加斯啊 就是默认情况下的话 大家是这样的 对吧 是这样的啊 呃 这个地方的话我来看一下就是我的这个中断哈 来看一下现在的话还没有运行是吧 我来运行一下啊 好 这个运行的过程的话可能会比较久 我就先把视频占领一下啊 好 那么下面运行起来以来以后啊 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是来把这个东西来写一下啊 就是在这个后面给大家上一个language 这首先是等这个scss 好吧 然后在这个里面的话 我们就可以去写这个sars预法了 那么sars预法其中一个最大的特点的话 就是他可以写这种签套好吧 好 那么我们的话可以怎么签到呢 就是在这里啊 我在这个info上面是不是还有一个mypage啊 因此我在这个地方的话就写个mypage 说的话在maypaymypage下面的话 还有一个info来 我把它给放进去放进去啊 好 就是变成这个样子 对吧 变成这个样子 如果这个代码它能够识别 说明我们现在这个配置是不是就没有问题啊 好 那么这里我们把它给放进去以后 按下恐惧加死 实际上的话再来到我们浏览箱当中 这个地方的话我们来看一下 是不是有了吧 有了啊 呃 没有 我们这个地方的话应该是缓存 为什么呢 因为在我的这个mypage下面哈 我没有给他设置这个背景颜色 当时这个地方的话 他有背景颜色的吧 是我之前那个缓存啊 好 我这个地方的话按下恐惧社会的家重新刷新一下 好 那么这个背景颜色的话就已经不见了 对吧 12的话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终端啊 这个地方的话也没有报错 那么说明我们在这里是能够使用这个sars预法的啊 或是比如说我这在这个地方给他添加一个背景颜色 background color 比如说是ccc对吧 好 那么我按下恐惧加死 然后的话再来到这里我们来换不用刷新对吧 这个地方的话它就已经变成了一个灰色的变成了一个灰色的啊 好 那么这样的话就是我们的这个sars预法的一个这样的配置 好吧 好 那么这样的话 这一节课程就先讲到这个地方 感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